张无忌存在哪里 好 我就告诉你 张无忌 最后出现了地方 是他的家 你看看他的 他脸色不变了 何掌门 你别听他的 他在胡说八道 臭丫头 四妹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杀他 我 有人出了五百两银子 让我杀了朱九珍 我就杀了 喂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到底是谁指使我的 快说 你杀死老妹 是何人指使 没错 说 你为什么杀九珍 真的要说 废话 杀人长命 天功地道 常言说得好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反正现在我也是个 快要死的人了 所以我的善言 可绝对不是胡说八道的 好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杀死他的人是 宽伦派的何太冲 好你个臭丫头 我看你啊 是压根从头到没安好心 你干嘛要这么恼羞成怒啊 顶多我把那五百两银子 还给你就罢了吗 何掌门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我都是精力疯浪的人 岂能中了他的挑拨离间之计 你这个臭丫头 留着也没什么用 我把杀了你 师哥 杀了你 你免得道出了我们的事情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王儀 韦彼 怎么了 好像是个什么厉害的暗器 将我的箭打落了 何方人士 请出来现身 根本就没有人呢 你这个丑丫头搞的鬼 留着你干什么 把你杀了算了 杀 师父 爹 师父 别说我还算 敌案我明 我们还是走为上策 来 走 展盘师兄 能无声无息击到五位 绝非泛泛之为 对 对方既然无意为难我们 又何必自讨回去 走 姑娘 大难不死啊 也不知道是谁帮了我 不过也没关系 能活命就恶弥陀佛了 你真的杀了朱九珍 我说没有 你信吗 我信 是我轻衣 吴轻衣着肩在床 措手杀了朱九珍 原理报应 你怎么那么多感触啊 你跟朱九珍 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里不能久留 我怕他们会去完复返 我们先离开吧 爹 师父 没事了 他们无意取我的性命 只是打在穴道上 只是一种警告 爹 你看在暗中出手的 会不会是那丑丫头 所说的张无忌啊 师父 我觉得 现在对方是谁 现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知道了 金毛狮王 解性的藏身之处 我们现在回去 夺取屠龙刀 才是重要的 不妥 爹 师哥说的有道理 金毛狮王 既然双眼 已经全都瞎了 那以我们三人之力 夺取屠龙刀 应该费不了多大劲啊 师父 如果夺取了屠龙刀 那您可就是武灵至尊了 不妥呀 我已经答应了灭绝师太 去围攻光明顶 如果到时候 我不参加的话 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现在 还没有必要 给他们增加困扰 爹 您的顾虑太多了 将他们险恶 爹不能不考虑地 招全一些 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 谢萱的下落 也不急于一时 等到光明顶的事情 过去以后 咱们再说 谁 我老太婆身体欠佳 想找个地方 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们仕途和妇女 来打扰我 不该呀 实在不该呀 臭老太婆 师妹 不许口出脏话 老夫是连环庄主武力 请问您是何方高临的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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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金华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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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年长者见多识广呢 您老人家不在临蛇岛小屋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找你呀 找你呀 找我 不错 不要吓我师父 给我老实一点 金华婆婆 连环庄跟你远日无冤 寄日无仇 你这是为何呀 很不巧 你们打扰了我老婆子的亲近 更不巧 你们让我听到了我最想听的事 三个问题 只要你老实回答 我老婆子说话算话 一定放你们三人一条生路 否则 慢着慢着 金华婆婆 你问吧 凡是我知道的 我都回答你 第一 你们说的丑丫头是谁 是不是叫阿黎 第二 张无忌可是武当派 张武侠张翠山的儿子 第三 金毛狮王谢迅 人陷在何处 识相的话 把来龙去脉 一无一时地告诉我 如果 让我听到这里面 有一句假话 你们三个 就休想从这儿活着出去 整个金箍就是这样的 雀儿 你所说的朱儿一定是阿黎 她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灵蛇岛 为了找她 我等于是重出江湖 好在没找到她人 倒知道了金毛狮王的下落 冰火岛 你没有骗我老太婆吧 这都是张无忌说的 是真是假 他得负责任 再说我们三个人的命都在你手里 老夫不肯说半句虚言假话 我老婆子说话算数 你们三个走吧 记着 你们三个要是在我之前去了冰火岛 那个时候 我金花婆婆可就无话可说了 还是先找到阿黎吧